你摸一下 狗有趣嗎? 有趣嗎? 你真的想想 哇,真的生氣了 開始生氣了 哇,我也要咬 真是慘了 真是蜜蜜蜜 Hello大家,毛成城的讀者你好 我是東方星 那牠就是我的貓 蚊枝 你看多可愛 如果你都喜歡寵物的話 就要訂閱我們Mocity的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的寵物資訊 不要忘記給個like這條影片 還有share給朋友 有啊 見到這個吸貓的陶醉樣 就知道是東方星帶牠的愛貓蚊枝出巡 不要看牠的臭貓手法這麼熟練 其實養貓都是一件國家級任務 其實一直都不打算養 原因是怕暫太大 尤其是近幾年 有想過會不會離開香港 就更加不抗拒養了 但後來看一看 發覺原來帶貓狗而言都很簡單 所以就OK 剛好有些朋友 就傳了說 有個教堂旁邊有幾些貓 然後就生了一些兒子 就沒有人理 然後就找人有沒有人想領養 然後就選了牠 說回為什麼牠叫蚊枝呢 一來到的時候 就是頭幾天是狂在那裡喊 喊到不得了在那裡吵 然後因為太煩 好像蚊枝一樣 所以就改了蚊枝 頭那半年 因為還沒淹 哇 牠就到處都鱈了 就是我把床 皮 其實是不斷鱈 我洗完之後就立刻鱈了 然後我放棄了 因為在尿上睡覺 當淹了之後就很好了 完全沒有爛過尿 哇 牠的性格 八婆 每天牠會爬上我胸口 然後就在那裡吵 但下一秒牠就咬我下巴了 其實牠很喜歡你 每天回來牠都會歡迎我 因為我坐在那裡躺著牠會跳在大腿 但牠會假裝得很不經意 愛我便直接表達 又要這麼含蓄 不要以為東方星好像很嫌棄蚊枝 其實牠已經當蚊枝是家人了 貓是要你遷就牠的 牠不會像狗般黏在你 因為牠有很多性格 像是追求女生 對 牠不是一個小鳥依人的女生 是你要高鬥一點 那你又要哄一下牠 一開始的時候 我沒養過 我覺得養貓是寵物 但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養了牠是一種家人 每天起床牠趴在你胸口 我覺得已經很感動 有一點很老套 牠是渴望你的愛 我也很愛牠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流浪狗 我覺得這種超越蜜種的關係是很偉大 因為牠不是你叫蜜種來的 你又不是用言語去交流 但牠會感受到你其實是照顧牠 那我覺得就很難得 吃狗得不得意 吃狗得不得意 吃狗得不裂 我ать不了 你騙我 你有沒有一些有趣可愛的 寵物相片、影片 和溫兵動人的無籟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 又有沒有關於寵物的資訊 想要多一些人知道 即刻報料給我們 無無情乘穩ジ那 無論ن 거信或信送給我們 也可以